一个 狠狠地打在新娘的脸上 我赵王子绝对不会取你这个废物进门 他是顾家大小姐顾千诚 听说还是个残废 必是听理 世子说道 我要换新娘 本世子要改取顾府的二小姐 你们立马去办吧 世子请息怒 婚礼当天换新娘传出去可不太好 却被二夫人拉住 老爷 赵家是名能忘足 千诚有腿疾 嫁过去确实不合适 世子改取千血 也算是给足了我们顾家的面子 顾老爷没办法 毕竟要是两家都办不成这婚礼 赵府和顾府两家的颜面都要丢进来 是的请留 就把新娘换成千血吧 突然顾千诚大笑 顾千诚 你在发什么神经 二房投来得意的目光 你现在发疯有什么用 已经晚了 世子 我并没有发疯 只是感觉世子你很可笑罢 世子你口口声声说前气唯有腿疾 倒不如说是你怕千血肚子里的野种被人发现 世子投来愤恨的目光 以服说 此刻的大厅一论纷纷 顾二小姐已经有了身孕 原来他们早就行了躲起之事 怪不得世子想换新娘 二夫人愤怒的指着千诚怒骂道 顾千诚 你在胡说八道 而顾千诚又冷冷的对父亲说 父亲大人 既然他们早就有了夫妻之时 那我就把世子让给妹妹了 反正我现在还不想嫁人 又恭敬的向父亲行了个礼 父亲高兴的说道 千诚 你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 非要搞得乌烟瘴气 对了 父亲 那些嫁妆都是我娘生前留给我的 价值足足有一百万两 说着说着顾千诚就哭了 只求父亲把嫁妆还给千诚 千诚要用他们在寺庙里 为母亲点一盏长明灯 还望父亲成全 二夫人脸色大变 老娘辛辛苦苦做这个局 你休想多回去 心情被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我照王府绝对不会娶你一个废物进门 这原来都是继母的安排 为了拿到嫡妮的嫁妆 让女婿跟嫡妮结婚 等到出嫁那天 让女婿出面换掉新娘 就顺理成江的抬走嫡妮的嫁妆 看敌女不答应 就假装晕倒 不偏不倚的倒在了老爷的怀里 这眼疾一流啊 老爷大惊失色 大叫道 快来人呀 夫人晕倒了 快请大夫 可这几俩如何骗得过顾千诚 顾千诚说道 不用叫大夫 他是装的 父亲你看 晕倒之人才不会咬牙切齿 也不会紧紧拽着拳头 哈哈 这装的也太假了 我实在是骗不了自己去相信 弯腰捡起奉官 来到柿子身边 柿子爷 我今天想送你一句话 柿子心虚的后退了几步 说道 你想干嘛 今天不是你不要我 而是我聚婚不嫁 还有我的好妹妹 说着便把贫宗拉翻 阿德医生叫 原来顾千诚早已穿好另一件嫁妆 等在贫宗后面 而顾千诚故意把奉官抛给了顾千诚 妹妹既然你都已经把嫁衣穿好了 姐姐就把这奉官送给你了 希望你这柿子非当的顺心如意 哼 姐姐我累了就不陪你们玩了 随后潇洒离开 顾千诚被继母算计 说不恨那是假的 一个人亮枪的走出来 而此刻他身后的一个男人 正在注视着他 好一个不谦诚 在那样的情况下 既然还可以硬的 如果觉得好看 评论区走一颗狗头 欣然被怂怂的唐一巴掌 我照王子绝对不会娶你一个岁务进门 原来昨天顾千诚被退婚后 这位活活的给气死 原因是评论区里一个送狗头的老铁都没有 他是华夏首席女法逸 因意外身亡 穿越成了大秦故国公府的敌女 在原宿主的记忆里 继母不但费了她的头 还设计靠她的嫁妆 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次 那么你的仇 我替你报了 大小姐 大小姐 不好了 她是母亲给我留下的孙妈妈 也是唯一一个能信得过的人 孙妈妈 你别急 慢慢说 出什么事了 大小姐 刚刚赵王府的人都走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二小姐他们也不要了 现在二小姐正带着一帮人 朝这里来了 顾千诚起身下床 安慰孙妈妈 没事 来就来吧 我们不怕她 倒是有一件事需要孙妈妈帮忙 这是母亲的遗物 这是一本寻宝指南 同时也是兵塔奇书 只可惜只有一半 另一半不知所踪 孙妈妈 你务必把她送到我祖父顾老太爷手里 记住了 一定要亲自交到她手上 这次我惹怒的处事 又坏了靖母的好事 那个渣爹从小又嫌弃我 这顾腹恐怕是待不下去了 只可惜自己现在身在封建思想的秦国里 要是在21世纪 早都自己出事了 不过现在得先在顾腹站住脚跟 这不得不利用到我这个祖父 祖国跟靖母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人 他就算了 好你的顾腺成 赶坏我的好事 把她屋里的东西都给我砸了 衣服 被子 轰中给我撕碎 住手 我看谁敢动 我可是顾家大小剑 吓人们都愣住了 顾腺雪怒吼 还不赶紧动手 出了事 我负责 顾腺成 你尽量坏我的婚事 我要杀了你 不好我有腿急 后退不了 只能往一边闪开 忽然顾签雪绊住了顾签成的腿 直接扑倒在地 应该是动到了肚子 胖在地上哇哇大叫 我的肚子 好痛啊 我的肚子好疼 本来不想管的 但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你们几个让胎 别动他 顾签成 你想干嘛 你别过来 你休想害我肚子里的孩子 你给我闭嘴 想要保住你的孩子 就别乱动 听到这话的顾签雪瞬间安静 顾签成拿起妹妹的手 还好自己在上一世里对中西医都有了解 他体内没有滑胎的征兆 最后坚定地告诉顾签雪 你不用担心 你的孩子没事 突然一个声音怒吼道 顾签成 你在干什么 原来是四季和继母 继母立马跑过来 一把推开顾签成 扶起签雪 问道 女儿 你没事吧 母亲看看 又怒吼旁边的吓人 你们这群蠢货 还傻站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叫大夫 顾签成亏道 娘 我肚子好疼 我的孩子不会出事了吧 母亲怕坏了女儿的名声 赶紧说道 闭嘴 什么孩子呀 顾许胡说 顾签成一脸无语 真是一个戏精 老铁们 评论区请给我一根棍子 我要打倒他 父亲这时死死盯着顾签成 顾签成 你给我说清楚了 怎么好好的 你妹妹会肚子疼 自请 是签雪她 还没有等她说出口 顾签雪可怜巴巴的说道 爹爹 是女儿不好 女儿怕今天姐姐被退婚 心情不好 所以就想着过来安慰一番 哪曾想姐姐不但不领情 还动手打我 爹爹 女儿现在的肚子好疼 你说柿子的孩子 会不会掉啊 此刻扎爹脸色大变 签成一而再再而三地 破坏我顾家的好事 我上辈子是遭的什么念 竟生出你这个败家子 你这个叶地熟的白眼狼 竟敢打你妹妹 我跟你恩断一绝 你给我滚吧 我们顾家已经没有你这个女儿了 母亲死得早 父亲已经忘记了 他曾答应母亲要好好照顾 现在他的心里只有继母和继妹 荒当 顾签雪在位没有杀掉顾签成而愤怒 气死我了 设计了这么久 父亲竟只是把顾签成赶出家门 突然丫鬟来报 二小姐 楚世子和秦王殿下来了 顾签雪满脸笑容 是来商议我和楚世子的婚事吗 听前面的人说 因为世子早上太过鲁莽 打了大小姐 现在是来道歉的 顾签雪瞬间脸色大变 什么 道歉 竟没有要娶我的意思吗 你弄清楚没有 婢女吓得瑟瑟发抖 奴婢 奴婢听清楚了 既然他们不把我当回事 你给我听好了 照我说的去做 又拿出一包药粉倒进茶壶里 说道 把这茶端去给他们喝 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 之后逼你端着茶慌张的来到客厅 男徒骂道 要你倒杯茶磨磨蹭蹭的 把茶给我 你下去吧 男徒把茶端在了他们的桌子上 顾博公说道 世子爷和小女之事 照世子打断他的话 我今天来只是纯粹的要跟顾大小姐道歉 就像刚刚说的那样 等我们赵王府查明真相 再谈婚礼之事 没有谈成顾千许的婚礼 顾老爷有点失落 又想让秦王做主 可秦王压根就不想管 我今天只是陪世子来道歉 婚礼是你们俩家的事 我也不好插嘴 突然一个闭女大叫 不好了 不好了 老爷怒吼 慌一慌张干什么 骑兵老爷 二小姐突然肚子痛 奴婢看见血了 世子和顾老爷顿时慌了 怎么回事 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赶紧带我去看千许 怎么会这么不小心 世子的离开 客厅里就只留下秦王和顾国公 场面也变得尴尬 顾国公说道 秦王殿下 要不然你先一架到书房等一等 秦王答应了 毕竟现在这情况 也只好如此了 突然身体发热 秦王感觉有一股冲动涌上心头 可恶的顾国公 竟敢对本王下春药 国公又为了上位 果图女儿给王爷下药 此刻的王爷已经是身体发热 痛苦难耐 怒吼奴仆道 告诉顾国公 这笔账我记下了 他休想得逞 还不快滚 男徒慌张逃窜 毒素已经开始蔓延整个身体 必须得先找个地方缓解药效 就亮相的往河边走 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女子 秦王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那不是今天早上 被世子退婚的顾大小姐吗 这么晚了 她怎么会在这里 这顾家大小姐要不是有腿疾 那可真是京城中少见的美人了 突然后面传来声音 你们都给我找仔细了 今天晚上必须要找到她 不行 现在不能让他们发现 必须要先稳住药效 可是药力太大 已经快撑不住了 又看向顾千成 现在也只能如此 顾千成现在还在抱怨 为什么顾千雪今天这么很长 非要把她的离子全部弄脏 明天可怎么出门啊 还有她那个妈 姑奶奶我迟早让你们努力俩好看 不然身后有什么东西 顾千成立刻转头 可是为时已晚 秦王捏住她的肩 搂住她的腰 两个人齐刷刷的向后 只听见发了一声 两人就落入河里 浮出水面的顾千成目骂道 喂 可没有等她说完 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 秦王又做出了一个近身的动作 秦王殿下走不远 快给我四处找一找 一定要找到她 此刻的顾千成才发现 她既然是秦王殿下 可为什么要逃呢 不过 她好像是中毒了 看她呼吸急促 体温过高 红红又发红破散 看样子是中了春药 我这个扎爹胆子未免也太大了 这是老虎头上拔毛呀 老爷 水里好像有东西 过去看看 糟糕 找过来了 随后秦王拉着她的手 又钻入水里 看着顾千成快要憋不住时 秦王直扑上去 老铁们自己去脑补吧 不过评论区可别忘记砸狗头 男人趁女人不注意 一把抱住女孩 跳入河水中 女孩扶上来对她破口大骂 对 你找死也不用拉上我吧 可男人捂住了她的嘴巴 还做出了一个近身的动作 原来面前的男人是当朝秦王 不小心被自己的扎爹下了春药 现在又要把他找回去 秦王不想被发现 才出此下策 由于在水中憋气太久 秦王不得不给顾千成铺气 等扎爹走后 两人扶出前面 大口喘气 来到岸边 顾千成说道 殿下好像是中毒了 而且还是中了内药 你最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可秦王投来愤怒的目光 他怎么会知道自己中了这中毒 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起身厌恶的说道 怪不得我中毒后 女仆就把我带到了这里 你又刚好在这里 原来你们都是串通好的 顾千成恼目回答 殿下 请注意你的用词 顾家喜欢用女人攀附权贵 可并不是人人都如此 至少我没有 秦王不相信 就错进他面前 死死的盯着他 顾千成才不屑一顾 秦王这么近距离的看着我 难道就不怕有人刚好看见 我误会吗 没想到这话一出 直接惹怒秦王 便遭到他的攻击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 免得留下口实 但秦王 你可要想好了 不知道是你的手快 还是我的声音快 你敢威胁本王 顾某不敢 只是想让秦王帮我做一件事 手背松开 说吧 你想要本王帮你做什么 捡回一条命的顾千成冷冷回答 现在还没有想好 等想到了再告诉你 秦王起身说道 随便你 第二天 老奴说道 大小姐请吧 这是老爷特意为你准备的马车 出了这个门 你就不再是富家大小姐 这扎弟也真多狠的 给了我一辆豪华马车 可却配了一个凶神恶煞的马夫 路上不会出什么事吧 叫孙妈妈去给我那祖父送东西 可到现在都还没有回音 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突然听到外外面的吆喝声 不好 这里是西市 根本不是去家庙的路 突然马匹受惊 女孩先是被父亲赶出家门 后又遭到了妓女陷害 把她骗进被动过手脚的马车里 才行驶到街头 马匹身体里的毒素就发作 马车现在也处于一个剧烈的摇晃中 突然奴仆死死拽住顾千诚 又狠狠地说道 大小姐 你今天跑不掉了 而此刻的马夫赶紧跳下车 色咪咪地笑道 我终于要娶到老婆了 随后跑到车后面伸开双臂 来吧 娘子 快到我的怀里来 这就是我那好妓女的阴谋 只要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 和这个马夫抱在一起 到时候他就可以说是为了顾府的名声 让我那扎爹把我嫁给他 此刻的马夫仰眼冒光 小美人 快到我的怀里来 这时的顾千诚死死拽住马车边 又知道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什么德性 不然女路在后面用力一推 下去吧你 想要娶我 没那么容易 去死吧 突然鸡飞蛋打 顾千诚猛地跳开 马夫疼得哇哇大叫 爹啊 儿子对不起你了 你们家要断后了 太解气了 评论区的狗头也来砸一波吧 这时的马车也因为车轮断开 刚好又砸在了车夫身上 突然路人增增说道 这是谁家的小姐 好像是翻车了 顾千诚摸摸自己的头 好痛 不会脑震荡了吧 还流了好多血 又摇摇晃晃地起身 请问谁有干净的布博 能总送我一个吗 可没有人愿意给他 还说道 看那马车那么豪华 肯定是个不识人间疾苦的大小姐 死了也是活该 不得不承认 这些人自己穷就算了 还见不得别人比他好 没走几步的布千诚 还是坚持不住 倒了下去 面对这些冷血的人 老铁们觉得会有人拒救他吗 大街上 两个大男人正在打情骂俏 小千千 我的眼睛好像出了问题 你帮我吹吹 别叫我小千千 要不然我杀了你 那杀我之前 你能不能先帮我介绍一下这位姑娘 我没有看错吧 秦王这棵铁梨树要开花了 你的头流了好多血 不过现在已经止住了 但是你还需要去医馆看看 今天之事 多谢秦王照顾了 秦王殿下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可否再帮我一个忙 秦王一脸无奈 再帮你一个忙 本王是看你昨天晚上你也帮了我 今天我才帮你的 现在我们扯平了 我不能得寸进食 殿下 我不敢说今天你帮了我 我日后必当永泉相报 我只知道现在除了你 我真不知道还能找谁帮忙了 可秦王甩开了他的手 竟然回报不了 你又何必开这个口 顾千诚一脸无奈 难道老天要自己重复一次 就是要这么折磨我的吗 而此刻看热闹的雅为狮子说道 小千千 你看嘛 等会这个女人一定会下跪 求着秦王帮他的忙 秦王今天肯定要被带上了 突然 是我今天鲁莽 高攀了王爷 搞了王爷的雅兴 还请王爷恕罪 随后顾千诚潇洒离开 天啊 这世上竟有女人看不上秦王 是啊 这女人果然不一般 从不幼稚进退 喂 秦王殿下 你就这样走了吗 评论区狗头都没有 我才懒得管 他自己解决 顾千诚来到马匹旁边 轻轻抚摸着 焦家大公子说道 那匹马不是摔死了吗 他要干嘛 可顾千诚抬起马匹的头 就这样全神贯重的对视 焦向迪欧说道 这女人是不是刚刚摔傻了 以为这样盯着马儿看 他就会起来吗 并想天开 愚蠢至极 这怎么可能 女孩刚刚经历了一场楼杀 现在已经体力吐之 在寻求王爷帮助无果之后 就把自己托付给了一匹老马 马儿 我腿伤还没有好 能不能回家就靠你了 不好 猎匹马中毒 还没有解毒呢 他这是找死吗 下 马儿 我已经无力再去指挥你了 现在只能盼你 能否给我一条活路了 王爷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他送死吗 时间紧迫先把他救下再说 殿下 等等我们 别说没用的 殿下要是出了事 我们两家都得被能抄的 快停下来 你给本王停下来 不好 他已经陷入了婚人 糟糕 再往前就是河流了 快停下来 不虔诚 你快醒一醒 再不行 你就没令了 秦王殿下 小心前面 那河流很急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这样 便伸出自己的手 把不虔诚抓到了自己的怀里 秦王殿下 怎么会是你 多谢殿下 你又帮了我 秦王冷冷回答 谢字就不用说了 足稳了 本王这就把你送回部子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回去 松手 我不要你送 可秦王把他抱得更紧了 说到 自己回去 你要怎么回去呢 是用走路吗 我的事与你无关 怕我赖上你的话 你就赶紧放手 赖上我 好啊 那我就把你内入秦王府 我们府中再养上你一个也不成问题 虽然我想在顾家立足 就必须要用到秦王 可人家毕竟是秦王 利用的不好 恐怕心理难保 暂时还是要保持距离 怎么不说话了 竟这样不想当本王的王妃吗 她这样当众摸我的下巴 我可以错她一顿吗 不行 人家是王爷 不虔诚 你可要忍住 现在只能买卵的 秦王殿下 你真的要接小女子进去吗 这女人又在捣什么鬼 一会一个样 真让人琢磨不透 你真的要 忽然一个小四说道 小明拜见秦王殿下 殿下千岁 年龄 你是故死的人 小人送我们不老爷之命 侧来接大小子回子 我的事 已经成了 只要顾家看到我与秦王这般 一定不敢再对我怎样 老铁 看都看到这里 评论区请留下个狗头再走吧 顾千诚一脸坏笑 殿下 顾死的人来接我了 就不劳烦殿下您亲自送了 秦王一脸杀气 顾千诚 本王记住你了 那就下去吧 女孩刚刚经历了一场谋杀 现在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回家到平安 可父亲不仅不关心 还恶狠狠的责骂 你这混账东西 要见家里的长辈 也不先收拾一下再来 这就是我那扎爹 一心就是他的面子 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 祖母也是一脸嫌弃 祖看你毛毛躁躁的 哪里还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难怪处世子要退婚 老夫人教训的是 我娘死得早 妇里也没有一个女人 是我学习的对象 孙女自然不知道 什么是大家闺秀要如何行事 放肆 一敢顶嘴 老太爷怒吼 够了 你们都下去吧 我有事要和千诚说 众人纷纷退下 祖父就迫不及待的问道 千诚 那本一国志 你只给了我一半 那另外一半呢 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 想以此要挟我 故千诚立马大声哭道 祖父你冤枉孙女了 那本一国是我母亲的遗物 昨天交给孙妈妈 是因为太匆忙 把另一半给忘记了 等我想起来时 都已经是晚上了 我就想着要把剩下的这一半 也给祖父送去 可跑到前院桥上时 被一个黑衣人教我拖入河里 祖父焦急问道 那叔呢 叔从我怀里掉了出去 等我爬上岸就找不到了 祖父听到另一半已经不在时 知道故千诚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立马变脸 怒吼道 还傻站在这里干嘛 还不快滚出去 祖父都怪我不好 你可别气坏了身体 你就惩罚我吧 不过 有件事我还得给祖父说一声 祖父指着故千诚大骂 一个没出息的死丫头 说什么说 秦王殿下说 要接我禁止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画面一转 孙妈妈焦急的在房间里来回等待 菩萨保佑啊 大夫人就这么一个女儿 负负给我 大小姐可不能出什么事 孙妈妈 我回来了 大小姐 你终于回来了 我苦命的小姐 真是老母不好 没有照顾好你 让你受委屈了 孙妈妈别这么说 要不是你恐怕我早就死了 等我在这个家站稳脚 我就好好孝敬你 让你想想福 老婆子什么都不要 只要大小姐好好的就行了 季母被敌女羞辱 怀恨在心 就对她的奶娘下狠手 大小姐不好了 你的奶娘失足落水了 就在外头的池子里 人都已经断气了 我的奶娘 怎么回事 孙妈妈 你怎么这样啊 我还没有给你尽孝呢 突然发现她面色轻子 脖子上有勒痕 这是谋杀 我现在必须要冷静下来 我要找到凶手替你报仇 孙妈妈的嘴角和耳朵有泥土 手上的戒指勒得手指出血 脚上没有穿鞋 袜子上全部都是泥土 了解大体原因后 大声问道 谁是第一个发现孙妈妈私体的 一个婢女胆战心惊的说道 是 是奴婢 那又是谁打捞上来的 回禀大小姐 是刘管家叫我们几个打捞上来的 刘管家已经去叫大夫人了 应该很快就过来了 孙妈妈是被害死的 家里最恨我的只有这个后女 我必须要先找到证据 但她现在名义上是我的母亲 我还奈何不了她 便分处照脖子去把三叔请过来 顾三月在刑部当差 让她来审理此案 比我自己出面还要好 在她没到来之前 我要保护好现场 孙妈妈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得不明不白 要握紧自己的拳头 也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 这事季母也来了 正恶狠狠地看着顾千诚 小贱人 你害我女儿 就别怪我下狠手 此刻的两人拭目对视 季母白白手 不就是死了一个下人吗 抬出去埋了便是 干嘛这么麻烦要把我叫过来呢 夫人 杀人是要藏命的 夫人 杀人是要藏命的 天老灰灰 说而不漏 你做得再干净 也会留下证据 敢教训其老娘来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们一个个的傻站在这里干嘛 大小姐的奶娘失足落水 也不帮忙抬出去埋了 慢着 是谁告诉你 我奶娘是失足落水而死的 后女怒骂 顾千诚 你这是什么意思 孙妈妈是被人害死的 我要替她讨回公道 而凶手就是顾府的人 顾千诚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点把她抬走 真恶心 三叔还没有来 我寡不敌众 还是先稳住场面 拖延时间 便大步上前说道 夫人 且慢 你说 如果我去衙门告状 说你是凶手 会如何 顿时众人脸色大变 大小姐是在胡说的吧 这怎么可能 顾千诚 你要告我 没有证据 谁会相信你 到时候就不怕别人说你一子告母 毁了自己的名声吗 顾府里最爱我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我也不在乎什么名声不名声了 只要能拉你和顾府下水 也值了 我听说顾千诚在赵王府过得很不好 赵王府王妃一心就想把她赶回来 还有诚挚弟弟也快要入学堂了吧 到时候还有哪个学堂敢要她 顾千诚 你这是在威胁我 不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 杀人是要偿命的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 大嫂 千诚 我来了 大夫人一脸嫌弃 老三 你来我家干什么 我听说 后院有人死了 就过来看看 有什么能帮到的 哼 你一个刑部小官 懂什么 还不快快回去 顾千诚对顾三郎行了的礼 千诚见过三叔 三叔是我派人请来的 三叔常年在刑部办案 并能看出孙妈妈是被人杀害 顾三郎上前 是不是谋杀 等验给尸体再说吧 不过就是装目作样罢了 看你们怎么验 没错 他是死后才掉入水里 那也不能说是被人谋杀呀 也许他是摔死后又掉入水里呢 可孙妈妈并无外伤 只有脖子上的勒痕特别明显 从伤口上来看 他是被人用麻绳之类的东西 从后面缠绕 从力道和方向来判断 凶手应该是一个 比孙妈妈高一个头的男人 顾三郎一脸羡慕 你太厉害了 这样都能看出来 我还知道孙妈妈是被拖到这里来的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孙妈妈的脚底和鞋底有摩擦的痕迹 你说没错 种种细节都表明 孙妈妈是死于谋杀 继母为了报仇 叫人杀害女孩的奶娘丢入水中 还说是她自己失足落水而亡 怕被人发现便叫人急冲冲的想要给埋了 可女孩早就看出了奶娘是先是被谋杀 后被丢丝 继母故作惊讶的说道 她一个老婆子 又无钱无事 谁会冒险杀她 如果夫人不相信 可以再叫刑部的观差来断 还是说夫人明明知道有凶手 而故意要包庇此人 夫人怒吼 顾千诚 你别血口喷人 我什么时候包庇凶手了 你既说凶手是府中的人 那就把府里的下人都叫过来盘问便是 三叔问道 千诚 你确定是府中的人干的吗 顾千诚回答 三叔不必惊慌 没有十足把握 我不会这么做 又一会 夫人就召集了所有下人 而夫人此刻有恃无恐 这么多人而且穿衣打扮都差不多 我看你怎么找 顾千诚来回仔细打扰着每一个人 一个男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扯开一个他的衣领说道 就是你 你就是凶手 因为那人脖子处有明显抓痕 他肯定是在害孙妈妈时候 被孙妈妈抓伤的 夫人一眼惊慌 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知道 男仆赶紧下跪 大小姐冤枉 我没有杀人 顾千诚说道 你冤不冤告府衙衣审便知 一个男仆亲事说道 大小姐可不能乱判 冤枉了好人 如果错了 大小姐可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顾千诚怒对 你又是什么人 小人是老太爷身边的赖管事 那今天赖管事是代表着老太爷问话 还是代表着你自己 男仆差异回答 这有区别吗 当然有了 我是堂堂顾家千金 而你只不过是老太爷身边的一条狗 没有老太爷 你什么都不是 我凭什么回答你 男仆握紧拳头 果然是得没教养的 还没有等他说完 顾千诚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你这种名菜 微距都削狗肚子里去了 敢直呼小主人为你 没主没扑了 大小姐 赖管事不能问 那我能问吗 你凭什么说朱三是凶手 而此刻朱三不停地磕头 大小姐 小的连一只鸡都没有杀过 怎么敢杀人呢 可这时富人对朱三使了一个眼色 朱三立马扑项不千诚 旁边的三叔交集说道 千诚 小心后面 等顾千诚回过头 朱三正向自己扑了 你这个没有教养的奴仆 敢直呼主人名讳 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大小姐 赖管事只不过是问你 凭什么你就认定朱三就是凶手 而朱三在不停地磕头 大小姐 我不是凶手 你是不是凶手 等去了衙门就知道了 千诚 小心 大小姐不仁不义 就别怪我不客气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又来这一套 顾千诚赶紧抓住朱三的手 又是一个嘴巴的 把他朝大娘甩去 你不要过来啊 阿塞 这场面简直落爆了 太精彩了 朱三瞬间压在了夫人身上 顾千诚拍拍自己的手 本小姐休养的这三个月 可不是白养的 你赶紧走开 压到我的膝盖了 顾三叔也是一脸惊慌 千诚 你太牛了 这一招你是在哪里学的 你们在干什么 扎爹和祖父也来了 扎爹怒吼 这么多人堆在这里 成河提头 夫人一脚踹开朱三 滚开 你这废物 随后又大声哭道 老爷 我命苦啊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是千诚 名女儿在 祖父做出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说道 老三 这是怎么回事 你来说 回禀父亲 千诚的奶娘被杀害丢入水中 现在查明真相就是这小丝 没想到他狗鸡跳墙 撞倒了夫人 祖父一脸疑惑 你说是千诚查出的凶手 顾千诚恭敬的行了的礼 回祖父 确实是孙女查出的真相 祖父又问道 府里不仅只有朱三这一个男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回祖父 孙妈妈在死前指甲盖里有人的一小块皮 而且还夹杂着不少的衣服撕线 这应该是在挣扎的时候 抓伤凶手和刮花凶手的衣服留下的 而府中只有朱三受伤 并且衣服也被刮花 祖父一脸怀疑 老三 你去验证一下 父三拿起孙妈妈的手 说道 父亲确实有皮肤和丝线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女孩穿越古代断案 说得头头是道 祖父也连连点头 这时候凶手崩溃 挣脱两个男仆之手 搞得现场惊恐万壮 他又扑向大夫人 夫人 你说不出了事 你会替我做主的 夫人怒斥 住口 就是一脚踹在他脸上 你这混账东西 祖父怒吼 来人 把他给我送官府去 孙妈妈也好好安葬 这事到此结束 千诚 你扶我回房 房间里 祖父严肃地说道 今天的事 你可知错 顾千诚立马跪下 孙女知错了 请祖父责罚 那你可知自己错在哪里 孙女不该为了一己私验 害得母亲丢脸 闹得人心不安 之前因为你的婚事 已经闹得不知道 有多少人在嚼顾家的蛇根 现在又闹得家宅不宁 祖父 孙女再也不敢了 那是假的 下次如果还有人再犯我 会比这次瞪着 好吧 要拒住了 顾千诚偷偷瞄了一眼 奇怪了 如果冠成以前 自己这样闹都不知道 要被打多少回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再试试他 祖父 孙女身边就只有孙妈妈一个人 现在被害死了 可夫人硬说是失足落水而亡 任凶手逍遥法外 孙女气不过 祖父一脸惊讶 哎呀 你怎么就认定凶手是他呢 这些推理你都是哪里学来的 当然是我十年苦读 在医学院里学来的 但这个不能告诉你 祖父 孙女发誓 这些都是孙女在书中学来的 祖父惊奇的教导 是什么书啊 给祖父看看吧 明白了 原来是想套路我的这些知识 顾千诚就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这书是我母亲留下来的 母亲死后 有很多都被夫人拿走了 就只留下几箱书 我就是看这些书学到的 那你看的那些书呢 在哪里 还有没有像一国志那样的书 顾千诚又装出一脸无奈的样子 那些书都已经被烧了 什么 这个男孩太可怜了 狐狸糊涂的一觉醒来就成了杀人犯 只因为旁边多了一具尸体 一把匕首 判官就认定他是凶手 说道 今有嫌犯 顾成义 应久后杀人 原证物证据在 按大秦立法 应当处斩 念其尚未成年 又是久后所为 不是故意杀人 判流放边疆二十年 立刻执行 不 我没有杀人 任不是我杀的 可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此刻父母在外面叫唤 逼儿 我的儿啊 这是造的什么孽啊 我们招谁惹谁了 顾成义望向自己的双亲 小声说道 爹 娘 孩儿无能 不能在你们跟前尽孝了 母亲靠着父亲哭得死去活来 老爷 这可怎么办了 逼儿他还是个孩子 顾千诚叫道 三叔 三婶 顾三叔问道 千诚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听说成义弟弟犯了杀人罪 就跑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听说成义是和他的同学去喝酒 第二天那人就死了 而成义的身边还有一把匕首 可成义才十二岁 根本不会喝酒 顾千诚一脸疑惑的问道 我爹是你哥哥 他就没有帮帮你们 顾三郎他的口气 你爹一直瞧不起我是数字 又哪里会肯帮忙 上次因为帮你破了孙妈妈的案子 现在还在懊恼我呢 顾千诚一脸愤怒 那老太爷呢 成义可是他的亲孙子啊 顾三叔也是一脸无奈 大哥敢这么做 不就是我父亲暗中赞成的吗 三婶赶紧拉起顾千诚的手 千诚 我听你三叔说过 你破案很厉害 你就帮帮我们吧 我和你三叔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给你跪下了 评论区送送狗头吧 三婶 你别这样 先起来 三婶 三叔 成义是我弟弟 你们放心 我不会做事不管的 听你们这么说 这个案件的疑点太多了 疑点 千诚你发现了什么疑点 女孩三更半夜来到停私房 拱手掀开了一具男人的尸体 随后又在纸上写写画画 他这是要干嘛 原来是三叔的儿子被人陷害谋杀 在三叔和三婶的恳求下 让他帮忙替儿子洗刷烟情 为了能当到堂弟 顾千诚只有半夜来查案 在仔细观察尸体后 顾千诚得出了一个结论 死者用凶重刀 表皮有伤 衣服有抓痕 应该死前有搏斗的痕迹 突然顾千诚脸色大变 这是什么 死者后脑勺里的这个东西 果然和自己猜的没错 有了这个证据 就可以证明顾成义不是杀人凶手 这可真是一个重大发现 太高兴了 堂弟有救了 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不让外面一个声音传来 你们在外面耍着 我进去就可以了 糟糕 这个声音好像是秦王殿下的 可不能让他发现自己在这里 顾千诚此刻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怎么老是在关键时刻遇上这个道梅鬼 顾千诚左右为难 这里什么都没有 躲哪里 门被打开 秦继颜推门而入 瞬间脸色大变 谁能打出这个字 我倒立吃东西 原来是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鼓竹味 猜测这里刚刚有人来路 而躲在木板上的顾千诚 现在已经是怒火冲天 这里这么凑 你一个秦王殿下还不快快离开 可秦继颜却是左看的 右看的 根本就没有打算要走的意思 不然瞪大眼睛 对一双鞋产生了兴趣 是不对啊 私体在惊艳过后都会脱掉鞋子的 为什么这个还穿着 就一把仙胎 而顾千诚竟是一动不动 不得不佩服 顾千诚的这个定义不一般啊 但是内心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救命啊 快来人吧 老天爷啊 快把他拿走吧 我快装不下去了 秦继颜看着顾千诚一脸迷惑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又想搞什么咚咚 我就这样盯着你 看你能装多久 我是死死 不能呼吸 不可以呼吸 一定要憋住 呐呼 憋不住了 女孩夜叹停私房 不料被来倒巡查的秦王撞见 顾千诚 你胆子可不小啊 竟敢夜闯巡步停私房 还躺在死人旁边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给贴了 顾千诚愤怒地跳下床 双手插腰 王爷 我说我是来查案的 你相信吗 秦王皱了皱眉 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会查什么案 难道你是想查 东陵学子的杀人案 没错 就是他家的 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当然知道 而且玄奘还是你的堂弟 但是 你一个姑娘 会为了他跑到这里 与私为伍 王爷 圆命关天 不能马虎 我也只是想查的水落石出 不要在这里胡闹了 还是好好回家学学 那些大家闺秀 秀秀花了 顾千诚对着秦王做了个鬼脸 我才不是瞎胡闹呢 学什么大家闺秀 用不着王爷关心 之后便转身离开 不然想到了什么 我是顾成义的堂姐 我说的证词 官府一定不会相信 不过要是用到旁边的秦王 效果会大不相同 现在只能想办法 拉秦王下水了 嘿嘿 我真聪明 之后顾千诚假装不服气 目道 秦王殿下 是不是太小看我这女人了 你还别说 我刚刚还真查出了几个疑点 秦王一脸惊讶 疑点 什么疑点 又靠近私体 说道 王爷请看这里 在凶杀案中 头部往往是凶手 要打击的首先目标 而她的头颅上 就有明显的颅盖骨骨折 这应该是被举行顿气所伤 秦王一脸惊讶 等一等 什么是颅盖骨骨折 顾千诚认真回答 比如我们的头好比试的球 被外力敲打后 会局部变形或凹凸 而颅骨内就会骨折 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说 她是因为头部被暴力击打 头骨骨折而死 而不是死于心口受刀伤 是的 没错 别人家的姑娘都是绣花